男人走路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当下 因为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淡随当场 吃完乌冬面来到恶魔猎人总部 马奇马先是给了电刺一套制服 然后叫来了他的同事早川秋 今天将由他带着电刺行动 可电刺只想跟着马奇马工作 却被早川秋一把拖走 电刺只好耍赖坐在地上 马奇马健壮来到电刺面前 所以你能够努力 所以你能够努力 离开总部后 电刺询问秋马奇马有没有男朋友 秋却装作没听见自顾自的走着 直到来到一处小巷 秋一拳将电刺打翻在地 紧接着又是一脚 把他踹到垃圾堆 他告诉电刺 工作态度轻浮的家伙只有死路一条 能活下来的都是有坚定信念的人 所以只是为了女人来当恶魔猎人的 还是早点辞职为好 说完这些 秋便欲转身离开 却不料电刺突然起身直击他的当下 伴随着淡淡碎裂的声音 秋一脸痛苦地摔倒在地 电刺一边踢着秋的淡淡 一边告诉他 自己就是以轻率的想法跑来当恶魔猎人的 不过只要能持续过这样的生活 要自己去死都行 秋缓缓站起 一拳打在电刺脸上 告诉他没资格喜欢马其马那样的人 回应秋的却又是一脚当下的攻击 之后两人回到总部 马其马一脸疑惑地看着满身是伤的两人 电刺这才解释他们遭到了淡淡恶魔的攻击 马其马当然知道电刺在说谎 询问两人是否能和平相处 两人却一口同声地说完全不行 于是直接安排电刺加入了秋的部队 秋还想反驳 马其马却说电刺比较特殊 他是个能变成恶魔的人类 所以要用特别的方式应对 假如电刺辞去猎魔人的工作 他就会被当作恶魔处理掉 也就是说电刺要在猎魔人组织工作到死 听了马其马的话 秋也不再抱怨 而在回公寓的路上 电刺问秋马其马是不是坏人 秋却表示 如果你那么想的话 还是早点对马其马死心 假如你真是恶魔 没被处死就该心存感激了 那是好人吗 好人就決定了 我呢 命的恩人 这边 我再抱一遍 啊啊啊